大家好 我是小屁 12月6號韓服又進行了一次大更新 這部影片是從這些更新內容裡面 找出三個重點來跟大家分享 第一個重點就是 金蛙終於誕生 第二個重點就是這次更新的 推出的全新變身 包含紫變、紅變、藍變 第三個重點就是之前開放的金變 它的 數值又更強化了 首先第一個就是 金蛙安塔瑞斯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它基本上就是 死亡騎士的強化版 但是它有加抗暈 又有加衝運命中 所以說 全職業都是適用的 最大的亮點就是它還有增加一個發動技能 1%的機會 目前的資料我是找得到的是它是對木乃伊有效果 所以說我不知道它是可以免疫木乃伊 的效果或者是 你中了木乃伊的詛咒之後 1%的機會 可以讓你 解掉木乃伊的詛咒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是它的卡池的部分 卡池我覺得最大的亮點就是魔攻加3 魔攻加3 這個魔攻加3說實在的 加了非常多 所以說它這款 這隻新的 金蛙它其實設計的蠻全面的 就是任何職業 OK 都 都不放過 有可能是因為目前就只有這隻金蛙而已啦 所以說它當然要設計的全面一點 OK然後接下來是 新變身的部分 新變身的部分可以看到 藍變的話 藍變的話退出了兩隻近戰 跟遠程命中攻擊都是各加2 攻速66%的中規中矩 藍變 那紅變的話有兩隻 第一隻是 歐瑞藍 歐瑞藍的話其實跟歐瑞綠差不多 主要是它的三重死攻擊這邊是加2的 三重死攻擊這邊是加2的 然後還有一個多了新的紅變 就是一個妹子拿了一罐綠綠的水 那它的主要的亮點就是負重加500跟藥水回復率加5% 接下來就是 最帥氣的死亡騎士終於有騎馬啦 紫辯死亡騎士 那它的跑速加13%也是所有紫辯最頂的 跑最快的男人 那它PVP-3跟一般減傷都各加3 也就是說它不僅跑得快又硬啦 不僅跑得快又硬 好那最後是 晶辯的數值再增強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是 大部分的 晶辯數值就是既有的數值在強化而已 除了黑妖 黑妖它這邊是由破壞命中加4%變成傷害加20% 那我不知道 破壞盔甲是命中比較重要還是 傷害比較重要 因為破壞盔甲算是 少數黑妖才擁有的 那這部分的話可能要看一些 韓國的黑妖 課長們 他們對這個反應是如何 然後接下來是鬥士 鬥士從 屠宰者也就是三連砍加10點傷害變成了 呃 控制性 技能加10% 這個我就覺得 這個打架就是 很大的buff了 龍之暈加10% OK然後上面可以看到兩張圖是 新的騎士 與黑妖晶變的外觀更新 OK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議或是新最新的消息 歡迎在我的影片下方留言 謝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小P的消息的話 歡迎到gameplex Twitch 以及Facebook 收取小P的帳號 OK我是小P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大家拜拜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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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